2018年9月14日 土耳其慈濟註冊立案 土耳其政府发布政府公报 慈濟基金会获准註冊立案 成为当地合可的NGO组织 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 赈灾因缘促成2000年1月 慈濟土耳其联络点成立 会所设置在负责人活光中自宅 可能要45人份 之后关怀触角延伸到 叙利亚难民 2015年慈濟志工协助 叙利亚籍教授主麻 于苏丹嘉敬市成立 曼娜海中小学 2016年初市府协巡场地 让土耳其慈濟可以直接服务难民 新会所由慈濟成租 12楼作为议诊中心 地下室作为会所 经常为难民办理各式活动 一开始我们就是 难民需要温饱 对不对 那我们就给他毛毯 给他米面 然后慢慢慢慢发展 就是说是给他卡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300户开始 到500户到1000户 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做到 每个月照顾6000户以上 2017年8月慈濟慈善职业基金会向土耳其 纳林艾萨公司乘租大楼作为马纳海学校校社 正式开学 2018年9月的今天 慈濟以获准注册立案 是慈濟在土耳其发展的里程碑 实际是NGO团体里面 长期在关注难民议题的 不管是在土耳其或者在约旦 实际都是一个最大民间的一个贡献的力量 2008年9月14号 辛勒克台风震灾 辛勒克台风为台湾各地带来严重豪雨灾情 位于台中县连接厚礼和风源间的厚峰大桥 北上桥面断裂崩塌 造成轿车坠袭 数人失踪 志工冒风雨前往关怀 也动员在厚礼路处烹煮热食 送给救难人员 另外在宜兰北区及中区重灾区 志工供应热食提供生活物资 累计到21号救助行动 生活包1227份 热食供应4182份 其难未问津53份 打扫21户 志工动员3334人次 部分居民只收下上人问问信 晚些物资 纯朴天性 共渡难关 2075年9月14号 此季秘鲁勘灾 秘鲁南部8月中旬 发生瑞士规模8强烈地震 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美国加根廷此地志工 结合当地台商组成灾灾团 前进伊卡和卡纳特灾灾评估 大多数秘鲁民众住的地方 结构简单又不扎实 根本记不起规模8地震的侵袭 之后10月 此季秘鲁灾灾团一行40人 进行大型发放 包括预寒用的床垫 毛毯和防御布等民生用品 共计发放2238份物资 但是相信我 我们下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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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很感谢 到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